我也是论所说的 能为此事踏实顺义 顾名声 深深事实读声 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 从哪里看呢 从每一个家庭家规里去看 家谱里头都写着 从家规能够看到 老祖宗定的这些规矩 希望后世 深深事实 永远传下去 世世代代的子孙 都应该认真去奉信 祖宗认定的是善 为什么 他亲自感应的国报 一点都不讲 今世善 来世善 世事都善 这善 人天路口 虽于此事能为顺义 我们应该享受的国报 在这一世不错 一切都很顺利 非于踏实 如果来世得不到 顾不明善 这一世相福 不再行善 富想完了 后世没有了 所以真正有大福德的人 他得的大福报 他自己日常生活 舍口而止 还是非常借鉴 自己借神一点 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相福当中 没有忘记 修善因 善因是来世的善果 佛报大 行大善 佛报小 行小善 实际上 行善里最重要的是心底 大行 心底小善 果报也变成大善 那行量小的 行到大善 将来果报也不是很殊胜 与动机存心 啊 有很大的关系 能与此事踏实 唯一损 顾民不善 啊 这是江山 一定要想到 今世善 来世善 后世度善 那么最好的 五国余念福 求生净土 这是世出世界第一大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病院法界 虚空界 办的一所学校 这个学校是帮助人称佛的 一切是没有超过诸佛如来 他完全 他完全与设计理体相应 他的目标 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那么这个得的果是永恒的 是无量无比 无尽的佛宝 那智慧 福得圆满 这个 我去 我苦 我说过 说过很多次 是消罪业的 看到好像不善了 罪业消掉就善了 天上是消 善业的 善业的 善业在那复兴完了 就往下堕落了 我到底说 我报受完了 他就上神了 善悟没有标准的 一定要懂得道理 跟四世真相 我们修真善 修永恒的善 不要修这些 人天六道里的善 不修这 这个里的确实 善中有我 我中有善 善向尽了 多我到有我 我是受尽了 有生人天 这个轮回 很恐怖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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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